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是小編Kila 上次我們介紹了Edge瀏覽器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整合ChipGPT的BeamChip 但是BeamChip只能在Edge瀏覽器裡面使用 這樣是不是代表我們透過其他的管道 就沒有辦法簡單的使用ChipGPT了嗎 其實很多我們常用的軟體 也有可以快速使用ChipGPT的方法喔 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快速使用ChipGPT 講到ChipGPT 首先有一個觀念要先讓大家知道 就是ChipGPT的本體 他的時間認知就是停留在2021年 所以如果你直接問ChipGPT明天天氣如何 或是今年發生所有事情 他一概不知道 因為他的時間就停留在2021年之前 所以如果你要問近期發生的事情 你只能使用活在當下時間的BeamChip 就是要使用ChipGPT之前 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事情 那麼今天我們要介紹 三個可以快速使用ChipGPT的工具 首先呢當然就是活在當下的BeamChip BeamChip其實就是一個基於ChipGPT的本體 但是呢他的時間線是跟著我們現在的時間走 畢竟微軟就是ChipGPT的大金主 所以在使用自己的搜尋引擎Beam的時候 就有特殊的功能也就是BeamChip 所以如果你問他明天的天氣 或者是最近的新聞等等 BeamChipGPT是唯一一個有能力回答你的ChipGPT工具 當然如果你是使用Chrome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ChipGPT Sidebar這個擴充功能 使用ChipGPT 不過這個ChipGPT的時間軸就是活在2021年 但撇除了時間的影響之外 這個擴充功能還是非常好用的 尤其他把ChipGPT分為幾個功能 例如提問、翻譯、重寫、文法等等 而且他可以在你搜尋的時候呢 直接在旁邊同時也顯示ChipGPT的回答 使用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但要記得安裝這個擴充功能以後 要先去設定裡面改成繁體中文 他才會用中文回答你的問題喔 除了瀏覽器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Line跟ChipGPT溝通 你只要新增一個好友叫做AI小幫手 那麼你就可以透過Line跟ChipGPT對話 即使是使用語音輸入也可以直接使用喔 相比電腦多一種輸入方式 在使用上也會超級便利 而且這個AI小幫手除了可以跟ChipGPT對話以外 還可以使用AI作畫、AI口譯、AI分析影片等等 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方便 AI作畫的方法就跟其他軟體差不多 只要在作畫的內容前面加上畫圖兩個字 後面再加上你要作畫的內容就可以進行AI繪圖 AI口譯呢則是輸入口譯加語言 接著貼上你要翻譯的文字 或是直接讓AI小幫手幫你聽對方講的語言 那麼他就會用翻譯好的文字直接唸給你聽 這樣即使聽不太懂對方說什麼 也可以透過AI口譯的方式幫你進行翻譯 而AI分析影片呢則是可以幫你分析這段影片的載要 只要你直接貼上YouTube上面的連接 AI小幫手就會自動幫你分析影片的內容 不過他的限制是12分鐘以內的影片 並且要包含CC字幕 他才會幫你分析影片內容喔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為各位介紹三種快速使用ChipGPT的方法 可以透過瀏覽器或是通訊軟體 就可以非常輕鬆的上手ChipGPT啦 而且LINE的AI小幫手還直接整合了 AI其他功能使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喔 現在AI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了 未來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呢 真是非常期待呢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誒等等等等 剛剛才說AI進步越來越快 結果就在我們拍完這支片的隔沒幾天 ChipGPT的母公司OpenAI就在iOS系統上 推出專屬的ChipGPT的APP 裡面的操作就完全跟ChipGPT的網頁版 一模模一樣樣 而且在這個基礎上 App還能進行一些設定 例如可以在主要的語言上面設定成中文等等 在模型的選擇上 它有分為GPT3.5跟GPT4 要使用GPT4 則需要升級為Plus的用戶 GPT3.5則是我們一般使用的模型 兩者的差異呢在於GPT4相比3更快更好更精準 而且在一些道德上的問題以及安全性的問題上 都可以更精準的回答 當然呢你如果只是一般用戶 簡單的聊天對於兩者之間差異並不大 但是當任務變得更複雜的時候 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會拉開 而且國外有拿兩個模型去進行一些考試的比較 結果GPT4的表現都大優於GPT3.5 如果你只是想要進行一些一般日常的問答 其實還是GPT3.5就行囉 不過說到GPT4 其實除了付費使用以外 你只要打開之前我們介紹的BeanChat 其實那件就是我們使用的GPT4模型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免費的GPT4 還是可以使用活在當下的BeanChat唷 沒錯活在當下即使是全GPT自己的APP 時間還是停留在2021年的9月之前喔 這點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接著我們就來試試看他到底好不好用 請幫我安排日本東京五天四夜的行程包含酒店 他幫我安排了第一天抵達東京之後呢 辦理酒店入住在附近品嘗當地美食 例如拉麵壽司 他第一天幫我講的非常的隨便 叫我在附近找 第二天呢探索東京的市區 還有推薦我早餐可以前往前草寺參拜 那還有大概第三天第四天呢 就是一些文化博物館啊 或是其他一些這樣大概是這樣的行程 那我們再來問下一個問題囉 東京五天四夜的酒店推薦有哪些呢 好的他幫我安排了很多優秀的酒店可以選擇 但是都是蠻優秀的 例如希爾頓還有安德烈亞 那有一個旅館 這感覺是比較經濟實惠的 他也有幫我提供出來 然後他會說請根據您的預算地理位置 和酒店設施的需求來做選擇 所以他會跟你說你如果再給他更詳細的東西 他可以再更精準地告訴你想要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呢來問最後一個問題 請提供我這個月到日本最划算的航班 喔他這個很有趣喔 他出現說我很抱歉 我無法提供特定日期的航班價格信息 因為我的知識截止日期在我們剛剛說的2021年9月 那會因為航班價格會有很多因素而變化 像這種狀況呢他就沒有辦法告訴你要的答案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一點喔 好啦以上就是四種快速使用TripGPT的方法 配合智慧裝置的語音輸入 讓TripGPT在使用上更為便利 那你也趕快來使用看看吧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裡是電腦王阿達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 沒錯 Hmmm 看看